无行步 刚才Arnold也说了 有些之前今年至今都升得很漂亮的韩文股 昨天就迎来了一个比较大的跌幅 其实你说有什么原因去解读呢? 我说一下坊间有什么言论 国家交通运输部的新闻发言人 政策研究室的负责人孙文健近日就说 目前集装商的月产能 已经提升到历史最高的50万雕商 空商短缺的情况已经基本得到缓解 这是一个政策官员的言论 另外看到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DI 上星期五回落了一点 但是看到昨天其实那些行运相关的股份 无论是做集装商的、混集装商的 或者混干散货的 其实全线都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回落 在你的角度 昨天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跌幅呢? 第二个问题就是引伸到之前升得这么急 现在是否真的有一个见顶的情况? 我也不会亂猜的 但是短线航运股一定是市场风暗位的股份 简单来说 这段时间 只是从上星期五开始 不是很多 这两个加日日发生了什么 就是在担心限电 限产的东西 航运股最重要 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你有多少工厂有新的订单出来 做了多少产品 最终要伸出 你现在说整个制造业 可能有机会放慢 这一刻的运价高 之后转差怎么办? 整天很多人会看 就是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 还在高位 不怕 不怕 当指数真的回了一段时间 股价就可能已经见了顶 所以短线见顶的风险一定会在 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看好航运股 我们也预计了会磨顶 短线会不会见到顶 风险的确是正在出 但问题是什么 就是用什么态度去面对股份 如果近期高水平 我们也说过 你分住级 暂时你分几注去买的话 不会有太大杀伤力 但问题就是说 如果你大大注 近期高位追了 昨天这样卷下来 又不止蝕的话 你短线就只能够受 你说其实运价 我们预计了会在高位会下 譬如BDI上面四千多点 你当做高的散货 好像太平洋航运这些 现在的股息率有十几里 市盈率上 也是2、3倍PE左右 假设运价真的回回 譬如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 回回30% 列一千点下来 其实估值还是便宜 但问题就是 股的短线会反复 你可以回得深一点 可能试分3元的水平 才再升回上去 所以我们觉得 你如果未来要买航运股 最好都是抱一个 分注吸纳的策略 你真的很高位很重注的话 先减持一点 万一再回落 或者分阶段式 这样的形式 慢慢扣货 但如果你已经很重注 你完全向下扣不到的时候 那你就会尴尬 所以短线来说 策略都是以减持为主 只要你不是特别重仓的话 暂时航运股 其实我又不是特别担心 但是面对着内地的限电 产量放弯那些 它没有可能完全像鸵鸟政策那样 不关我事 我看不到 没有事的 我现在的运价还是高企 所以我不需要担心些航运股 这是鸵鸟政策来的 我们现在最记忆就是这一样 你讲市场上 怕这些股份 其实是理所当然的 其实你看到由内地上星期五开始 说到限产的因素 很多航运股已经冲高活落 趋势已经出了力 那现在跌下来了 你只能够守 很多航运股的首部的支持位 穿了 图的确是差了 但是是否代表完完 那就是两个图 年初至今 譬如我们看看2343 或者很多人炒到1919 升了这么多上 你高位就算调四五十个% 都不代表那个图叫做完完 但是问题就是 你如果在最高位摘了 这四五十个% 你不会吃得开心 所以短线来说 在注码上去控制做好风险 我们就是在说这一样 短线航运股 我不是太担心 运价会有一个大跌空间 刚刚我们在说的那些言论 都是在说 空箱短缺的状况 就算甚至是真的做集装商 好像266那些 你想一下 它的产能去到几乎 是 其实第四季 第三季的盈利能力 也是非常之强 但是短线市场 会沽这些相关股份 主要的原因就是 好的那些 它又有充分反应 股价也有充过上去 所以短线来说 这些股份就只能够受